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林宇涛 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近日在网上流传的一段短片 就是一个怀疑是事主的女儿 因为一个可能压力爆煲的问题 当街去打母亲的一段片段 由此引发出我们讨论一下 究竟我们的一些长者和社区照顾 究竟是否足够呢? 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四位的现场嘉宾 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议题 请到的是包括 社工局社会互助厅厅厅 蔡兆元历长 蔡历长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也请到社工局家庭企社区服务历历长 欧志强历长 欧历长你好 大家好 也请到长者事务委员会委员 刘善斌女士 刘女士你好 各位好 也请到街总社服办协调主任 林敏芝小姐 林小姐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四位嘉宾会与我们一起探讨相关的议题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打278-9192-278-9192 或者通过盈光幕上的网址 或者澳门开港的微信专页 或者Facebook专页 和我们互动交流发表你的意见 在这里我先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在这两天 有一段近两分钟的视频 突然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开来 视频里面背对镜头的女子 疑似大声呼喊坐在轮椅上的长者 还动起手来 扶回她下来 听不听到 旁边的市民实在看不过眼 对她进行了勸语 再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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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报吧 你女儿来的 撤回她上来 阿姨是否你的女儿来的 是 这样打你吗 我打下来 为什么这样打你 我帮你 不跟她下去 撤回她上来 这样才是可以弄到的 这里撤回她上来 再打下来 我报警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我阿姨 这个是我妈 你有报应 你妈也好 好啊 报应就报应吧 原来对长者呼喊打骂的女子 竟然是她的女 这位女子的行径 瞬间点燃了网友的怒火 网民的评论 大部分都是指责私虐的女 残忍至极 在案发地点 快纸机海旁的街坊 得知这件事有这样的看法 那她就好像中了风 中了风 那她的女儿就不 就是 你没有那么爱心 就不要带那个妈妈出来 运动 去用下 我看她打气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你这个人要警告 如果轮到她是中风 轮到她病 她都不知道会怎样 我想她出街 家里都是这样接磨她的了 你出街 那么多人看自己 你都这样做人 那你家里更加惨 如果就这样看那条片 因为你不知道背后 她的故事是怎样的 那么我觉得 如果就这样说 那个女人 就这样打那个阿婆 是否太合适 我们 我觉得我们 没有办法完全去了解这件事 就去说她对不对 我觉得有些保留 她的女儿都算是这样的 她压力很重的 压力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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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弱一个弱 真的很惨 孝顺女儿来的 人家楼上楼下都说她很孝顺的 她推她出去她又不动 她的脚也会缩住 她又不缩住 她的妈妈 不要误会人家 真的 社工局留意到事件之后介入 昨天也发布了记者会讲解这件事 经过一个很长时间 去到今早的7点钟 才能够让那个私入者 安心来 来让她的妈妈 坐入一间院舍里 她暂时得到一个庇护 而她自己本身 亦都因为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 一个生活的压力 因为她需要照顾她的妈妈的同事 亦都要照顾她自己的妈妈 和一个子长的弟弟 所以在一个 这么长时间的 一个生活照顾的压力下 可能会导致有一个 暴力的行为 社工局长被约的母亲 暂时安排入住护鲁院舍 而私药的女儿 亦都转交了社工 进行情绪辅导 我们联络到接收了被约 老婆婆的澳门名爱总干事 潘志明 其实 现在因为她在我们那里 是臨时性质 让她有一个心境 也都恢复 过去一些遭遇 或者家人的相处 带到给她一些情况 都希望在这段时间 有一些改善 也都较为安定的生活 让她好一点 潘志明希望给婆婆安静休息 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康复和改善 事件引起社会极大的回响 希望交给警方和相关部门处理之后 能够告一段落 其实看回片段 大家都看到网上流传的片段 以及一些具体的情况 其实街坊可能对这件事 都有不同的看法 确实如果一个人 他要顶住一些家庭的压力 可能十几年要照顾 一个可能中了疯的妈妈 也都可能有智障的弟弟 和可能连接的父亲 确实压力是不为外人道的 但是似乎出现了片段的一些行为 确实社会好像很难接受 那究竟这些问题 我们将来怎么解决 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那我们的社会文化师师长 谭俊明在下午出席立法会的时候 也都被传媒问到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看看谭师长怎么说 怎样可以容许 我们有家庭的成员 这样虐待自己的母亲 我相信 无论是 怎样的理由 你说是一个有压力 而对母亲虐打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第一 就是要对这些家暴 这些安礼 我们是表示谴责的 那当然了 现在已经是送了给 这个检察院那方面去处理的 那严重来说 这些私暴者 或者是向家人 虐打的 私暴的人 都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另外说到 其实我们是有 这些家庭和社区的服务 向有需要的人提供 这方面去宣承一下家庭和社会服务的资源 有些工作 究竟是怎样 其实我们去看片段和谭司长都说到 其实今次这个个案的一个 包括他的母亲和相关的人士 其实都已经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个安排 包括母亲已经临时获安排入住院舍 智障的小弟弟也由父亲暂时照顾 至于这一宗案件也转交了检察院去确认 那其实我想今天我们就不会集中讨论一个个案 更重要我们要关注就是我们整个社区 究竟怎样支援一些可能是长期都受到压力的 一些可能包括是一些照顾一些长者 或者是长期可能一些病患的家庭成员的 一些人士的心理压力如何舒缓 亦都是怎样协助好这些可能我们的弱势社群 能得到適切的社会支援 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或者我也想和蔡厅长去交流一下 那其实现在就近这件可能出现了一个 当街打骂母亲的事件 其实看回去对我们澳门政府 对一个可能是长者或者弱势社群的 社区支援和照顾是否存在了一些问题 还有其实我们政府一直都强调 我们要原居安劳的 那这个核心的政策原则 其实真的很需要社区支援的 尤其可能一些刚才好像这个个案 都有几个家庭成员都需要照顾 那其实究竟我们应该有什么支援 能够帮助这些甚至我们及早去发言 究竟中间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对于发生这件不能的事件 我们社区的同事呢 我想都跟港大居民一样 都感觉到是非常之难过 那也都希望尽我们的力量 特别是协同我们的民间机构一齐呢 做好对有关的长者 和他的家庭的一个照顾 和跟进上面的工作 那在社区上面的支援呢 特别我们说针对体育长者 和他们家庭方面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有几项的服务呢 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的措施来的 其中包括了呢 是家居照顾和支援服务 那目前呢 我们在澳门呢 我们和民间机构团合作呢 有五队的这些加援 队伍呢 在社区上面呢 其实为了我们一些的体育长者 在他们的家居里面呢 是为他们提供有关的服务 上满的服务 上满的服务 包括了譬如说是膳食方面的提供 是 环境的一个的整结 的整理 他个人的照顾 在护理 甚至在康复上面的训练 也都包括一些扣物 和其他相关的服务 目前呢 其实五队加援队呢 一共呢 为大约五百名的长者呢 是提供着有关的服务 而第二行服务呢 就是我们的长者日间护理中心 那目前呢 我们全稿有四间的日间护理中心 那当中呢 其实提供着呢 是二百五十个名额 而使用者呢 目前大约是一百七十个 换句话说呢 其实供求之间呢 我们呢 还有呢 是有关的 一个服务名额呢 可以为到有关的长者提供服务 那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呢 其实都是提供了 类似的在家居 照顾和社区支援的服务 但是它的特色呢 其实就是让长者 日间呢 去到中心里面呢 去接受有关的照顾和支援 而令到他的家人呢 能够安心工作 而长者呢 亦都可以晚间 回到家庭里面呢 自己住的家 是的 住在家里 以及继续和家人呢 以及熟悉的环境里面的居住 嗯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援 那再者呢 其实呢 我们都和呢 澳门的七间的日间护理中心 和呢 是长者的一间服务中心呢 是专门呢 是为护老者呢 是提供了呢 是有关的支援服务 那目前呢 大约有二百位的护老者呢 是接受有关的一个 服务上的提供 而护老者的支援服务呢 其实主要呢 是分为几方面的 那第一呢 当然是关顾到呢 护老者本身身心的健康 以及压力的问题 嗯 因此呢 有关的社工呢 或者是心理辅导人员呢 会为有关的护老者呢 是提供呢 个案上面的辅导 情绪上面的一个支援 以至到一些互助小组的 蔡丁卓说这个护老者 其实就是在说 就是照顾一些老人家的一些朋友 是的 是的 那另外呢 也都为了他们呢 提供在护老方面的一些的培训 呢 講座呢 去增强回他们照顾长者方面呢 那个能力和动机的 那当然呢 我们都有一些很具体的资源 包括一些照顾长者的书籍啊 或者一些服康啊 医护上面的用具呢 可以呢 作为一个借用呢 令到呢 是有关护老者呢 方便呢 在家区的照顾长者 那而为了令到 有关护老者呢 是能够呢 舒展身心呢 有关的护老者支援服务呢 也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呢 社家康乐的活动 那在 在社区上面呢 我们主要呢 是透过刚才那三类服务呢 为体育长者和他的护老者呢 提供一个支援 那当然呢 我们在院社里面呢 也是有一些赚着的服务呢 为到一些有紧急需要的护老者呢 他不能够呢 在一段时间照顾长者的时候呢 去提供有关的支援 那社区上面的 有需要的居民呢 其实如果要获取这些服务呢 可以跟他们社工局联络 那你有电话呢 就是28367878呢 大家呢 可以呢 是作出一个资讯的 嗯 而说到呢 刚才提到呢 是有关的个案呢 那其实大家呢 从 报章 或者我们社工局发布的讯息呢 都会知道呢 其实有关的家庭呢 是有寻求呢 是 是 护老者的家庭 护老者的护老者的护老者 没错 而我们社工局的同事 和民间机会的同事呢 也都按照 相关的安排呢 是为有关的长者做了评估 还有呢 最终呢 也是为长者 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个安排 那当然呢 大家都知道呢 在有关讯息里面 由于有关的服务呢 和尋求服务的 是 当事人呢 之间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 那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的同事 特别呢 我想是负责 陆阳长者 家务理中心的社工同事呢 都多次呢 和有关的事主呢 去沟通呢 希望呢 能够呢 使得有关的长者 可以用到的服务 那只要回到未来呢 我想在这件事情里面呢 我们都正如我们司长呢 刚才所 在访问里面所提到 其实我们社工局呢 可能都要是 再一次呢 和我们民间机构呢 去深入 去沟通 和检讨呢 在这些工作 特别针对呢 这些个案的情况呢 我们可不可以呢 是做得更加贴身 在个案上面的跟进 在那个协作上面的安排 甚至在服务上面的 一个提供方面呢 能不能够呢 是加大这个力度 加大这个力度 加大这个力度 亦都包括了 是投放多一点的资源 令到有关的服务呢 能够做得呢 更加深入和全面 嗯 那其实呢 亦都想问多日蔡呢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关于呢 其实一个照顾问题 其实今次事件之后呢 坊间也有意见 其实我也很值得探讨的 其实现在可能照顾长者呢 坊间有一种两极的态度 有意见认为 一种就是说 我不用帮的 我自己都照顾了 他一种呢 就可能说 我什么都要政府的了 我不是我的责任来的 那其实很坦白 这两个很明显 都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处理方法 那但是究竟 就是作为一个护老者 我们或者我们照顾 有细社群的朋友的时候 其实他中间 自己应该怎样有个平衡 中间应该怎样调息呢 你有什么的建议 或者提醒你 我想其实呢 完全将这个责任 推给外奸 或者完全自己 刚起床的个案 在澳门是存在的 但是实际上呢 可能大部分 比较多的呢 都是愿意为有关的家人 提供相关的照顾 同时呢 也是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 包括他的家人 或者他的亲朋方面 大家是曾经有一个协助 这个情况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呢 刚才我们提到呢 不单止是照顾长者的人 我们普通的一个市民 我们生活里面呢 其实很多事情都不能自己 单独去完全去处理和解决的 那我们身边里面呢 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资源 是可以帮到我们的 第一呢 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属 我们的朋友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困难的时候呢 或者有一个压力的时候呢 可以多一些呢 跟他们的沟通 这些身边的人呢 其实很多时候 能够提到一些很贴心的一些的建议呢 甚至乎一些很有弹性 或者很紧急的情况下 都能够提供到一些的支援 可以帮得到手 那另一方面的资源呢 就是我们讲的 是社区上面的正式服务系统呢 包括刚才我介绍到的 交援队啊 护理中心啊 或者是武老者支援服务等等 那这些服务呢 其实都已经是存在在社会里面的 那所以有关的人士呢 有需要的时候呢 其实都可以呢 是使用有关的服务 其实我们一直讲的 家居照顾 家庭照顾原居安劳呢 并不是说呢 将照顾责任给家庭 或者给社区 然后透过呢 社区和家庭之间的协作呢 更好呢 为长者提供服务 那么长者长 很多居民可能都不清楚 都想问一下 其实譬如申请一间护老服务 或者一些上满的 一些护理服务 对老人家的 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限制呢 其实主要就是 首先是一个长者 一般我们讲65岁 但是呢 有关的机构呢 其实都很有弹性的 如果真的确实有需要的时候 可能那个年龄呢 不一定是要65岁 或者有一些 比较年轻的 有需要呢 我们都会灵活调整的 第二呢 当然呢 它有一个健康呢 以及体药上面的问题呢 導致它呢 是一个治理能力上的限制 那么这方面呢 其实呢 无论是长者的监管理中心 或者呢 是家居照顾队呢 那么我们都安排到呢 这个同事有些 在日间务理中心的评估呢 主要由我们同事负责 那么家居支援呢 主要是由民间机构 相关机构的同事去负责 那么呢 它透过评估工具 和相关的程序呢 去考虑一个长者呢 我想主要呢 是考虑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呢 就是长者本身的治理能力 他的精神认知的状态 那么另外 亦都关注到呢 他家庭的照顾能力 和社区上面资源运用的情况 那么经过一个这样的评估之后 如果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呢 其实有关服务呢 就可以提供 而收费也是相当于便宜 就是简单来说 其实如果是老人家 都可以去申请 具体个案就是由当局去审栖 但是它有一个照顾 上面的一个需要 是经过一个 是恰当的评估 OK 那或者呢 今天的话题都比较多了 不如我们去看看天气的情况 回来再听其他嘉宾的意见 澳门国际机场提醒你 出行注意天气变化 各位观众万安 受到雨大风暴 鲸鱼的外围环流影响 本屋今天大致多云 间中有着雨 初时有雷暴 随着鲸鱼逐步远离本屋 气候局在今早8点半 已经除下所有风球了 预测受到边南气流的影响 6月24日的天气是多云 间中有着雨 气温约为涉事25至30度 相对湿度介乎75至98之间 而6月25日的天气是多云 短暂时间有阳光 有几阵骤雨 气温约为涉事26至31度 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 预测6月24日的空气质量指数 路边站是10至30 高密度住宅区是20至40 而一般性是15至35 级别全部属于良好 最后看看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 预测到台湿的门 在这層高院多的地方 第八道路上 尽管队 一段涉嫌家庭暴力的视频 牵出背后一个让人抽心的悲惨故事 澳门日报新闻小雨指出 家庭暴力防治法讨论多时 在凝聚性质良盈等议题上争持不下 但不管小情亦或大戒 法律只是最后一道防线 千里之题溃于矮月 预防才是倒截的根本 怀疑被虐打的女长者 获得暂时安排入住护老院舍 市民日报市民自然认为 本澳社会能够从今次事件 走下道德高地 摄取教训看看不幸家庭的需要 官民全民合力 扩展优化社区照顾和支援网络 提升服务水平 才能够攜手共建澳门家园和谐社区 名爱总干事潘志明认为 护老者变成弱老者的情况 应该引起社会关注 华侨报北华之论认为 以本澳目前的情况而言 加强硬件的设施不难 难再怎样做好软件的配套 清官难審家庭事 要防止家庭悲剧发生并非易事 但最低限度尽可能将软件配套做好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角力 今天我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一个家庭暴力的问题 以及长者相关照顾的问题 在微博连线我们有新称协理事 斯莉娜 斯小姐你好 作为年轻人 你会怎样看今次这个事件呢? 没意思是网络有些卡 是是 其实你怎样看今次的事件呢? 斯小姐 我可以这样说 哦 ok ok 现在是ok的听到的 嗯嗯嗯嗯 因为其实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我知道社会都很快有一片很巨大的声音 包括可能前期有一些慢慢的出现 但我觉得这件事相对来说是好的 因为我看到很快之后 就有很多社区或者街坊去国安 原来这件事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这次事件呢 是一个对于我们原来去判断事实 或者是一些 即是不会单纯一个影片去判断一件事的 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嗯嗯嗯 还有呢 在这件事里我也看得出 我们澳门的社区呢 其实是很紧密的 就是包括说 原来很多人是关注到这个女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都看到 我觉得这样是显示出我们的网络是很好的 嗯嗯 还有呢 在这件事的情况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讨论 我们是需要更多的了解和互相关注 因为呢 只要我们关注的事件 虽然能够令到我们的事实作严重的提搭 那还有呢 因为 其实我对于今次这件事都很难过 一个家庭原来有三个人 都是有一个 即是叫做治理能力上的一个 不是那么足够的地方 但是所以呢 因为我们就更加需要 照顾的能力 因为很多时候呢 他们的能力的足不足够呢 或者是否真的做不到 可能又牵涉到他们的压力的一个情况 而对于压力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 他们都会通过 希望他们可以寻求一些求助 因为 我一个人要负担太多的东西 其实都是太辛苦的 因为呢 我在新闻上面见到 他曾经是去年都有申请过一个日监管理中心 但是当时未能够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所以他才没有去到 但是其实在这边呢 我想世界上很多地方 可能都未必都是做到一对一的 我也都很希望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是需要的时候 可以去寻找其他协会 因为始终有一些专业人士的照顾呢 可能相对于自己承受独自的压力来说 会是更加好 可以去处理 明白 那还有我想 除了这方面之外呢 其实对于一个心理的舒适性是很重要 那好像我们现在 澳门都越来越高的人士 他有一些关于心理辅助的工作 方方面面 可能包括年轻人 中年甚至老年人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乐观的情况 那还有就希望 社区共用这种的模式 这些频道更加 理念第二更加要他落实 明白 那最后呢 不好意思 最后就是 其实我们小朋友 和长者 很多时候其实分别真的不太大 那可能当其时 他们一生很老虎 这样去照顾到我们成长的时候 那老人家就像一个 用了很多年几十年的机器 其实他真的会坏 那我们在那个照顾里面 其实也要体谅老人家的情况 明白 OK OK 多谢施小姐的电话先 因为我们今天都想听听 多多一些的意见 那欧听长 我也都想请教一下 那其实刚才施小姐说得很对 其实我们的社区是很紧密的 那其实刚才我们同事 落到现场去访问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可能知道 其实可能这位女士 其实长期压力都不小的 可能 其实你看得到她是很想照顾好她母亲 很想令她母亲康复 甚至乎刚才也提到 她本来是有一对一的 没有一对一的一个日间护理 她申请过的 其实是批的 只不过她觉得一对一 没有一对一就照顾不到她母亲 就是某个程度 其实从这个角度也都看到 这个女士是很关心她母亲 但是确实又出现了当街虐打的行为 其实中间似乎真的是一个悲剧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 可能社区也是一个其中的求助个案 为什么我们在原本的一个机制上没有发现 以及我们将来究竟有什么办法 可以及早去发现这些个案 以及及早去提供协助 其实面对一些服务使用者 他们在一个感觉到无奈的情况下 用了一些不恰当的方法 来面对自己的问题 譬如是照顾的妈妈本来是好事 让她能够自己动手动脚是好事 但是当她是做不到自己的期望的时候 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 而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画面 大家是很心痛的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为什么她在这么多的服务里面 她未能够再找回一个对的服务 来解决问题呢 所以其实在我们家庭服务的发展上面 在几年前我们都在想 怎样去让市民感觉到很多家庭里面的痛苦 困难 其实是可以寻求外面的帮忙 有专业的协助 是的 因为如果是说家事 你很难找人帮忙 其实就很困难 所以我们怎样去打破市民的一个这样的忧虑 或者是一种的比较被动的观念呢 我们就用了一个叫做幸福家庭可爱人生的活动 所以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开始去推行呢 国际家庭日的一些系列活动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由2010年那时候做呢 那时候是说的是一百几千人的一个活动 但是呢 做了四年去到今天 我们鼓励那些市民呢 去走访我们的一些团体呢 一些社区的中心 家庭服务中心呢 已经是由之前的一两千人去到现在 今年刚刚算这个礼拜日结束的 一个幸福家庭的一个游艺会呢 是有三万的人次走访了我们四十几个服务单位 而且是那天呢 是超过两千人聚集在中艺馆那里 来做一个父亲节的慶祝活动 那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在里面呢 我们能够结集了一个点 给我们的市民呢 认识我们四十几个家庭社区的服务 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呢 去寻求一个帮助 所以就是希望用得软性一点的手法呢 让他知道有些什么帮助 可能就是需要 包括自己 包括身边的邻居朋友也好 可能去转介一个支援 还有欧听长 我知道之前都说过了 其实就是如果街坊将来 或者有类似的个案 是不是可以主动联络社公局 亦都是打回 刚才的电话就是 28367878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家暴法的一个规划上面呢 虽然现在家暴法已经是在 那个立法会里面 审议中 但是实际的一个 家暴个案的协作机制呢 我们也都联同了 七个政府部门呢 是建立着一个常规的协作机制 嗯 所以并不是等一个家暴法出来 我们才做 现在已经做不到 所以另一件事就是说 家暴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通报机制 就是说日后呢 我们会有一条专线呢 让市民 当他们怀疑有一个家暴的合围 发生的时候 他们可以打这条专线呢 来去求助 去了解 那么现在这条专线呢 我们其实已经是借助着 和警方的合作呢 我们有一条的 一二三的专线呢 是24小时的 一二三 一二三 但是这个不是 好码来的 为什么今次的个案 我们可以是 由九点十点钟 发现到一个个案 去到一点钟 我们的社工已经出禁 其实就是透过一个 这样的和警方的合作呢 建立了一个机制 所以其实这个个案 让我们看到呢 我们一定要平时 有一个这样的运作机制 才可以回应到市民的需要 那么我补充一句呢 求助的活动 看下来呢 是一些的社交的活动 但是藉着这几年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个案的重案的 个案的一个转变很大 去年一年 我们的重案的个案呢 是33个求助的 今年去到五月份 我们应该超过40个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透过一连串的 广泛的社区的一个活动呢 市民自觉自己的问题 而求助的 头五个月的个案 是高了的 嗯 所以其实头五个月的个案 都可能超过全年 那么其实那个发掘性 应该是大了 但是就是 总之大家其实 包括自己需要协助的 都可以去主动去联络社工局 或者是相间的一些服务团体 其实如果身边 看到一些类似的情况 也真的要多一些联络社工局 那么他就是希望有些 有关的问题得到注意的 其实刘校长 你怎么看呢 就是作为长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其实你怎么看今次的事件 还有其实我们有些什么 可以吸取教训 其实去做得更好 更加完善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呢 我首先我觉得 这个事例是很典型的个案 那么我也希望 也都相信澳门 这一类 这么不幸的家庭呢 是少数 不是多数 这件事情 我们看上来 是不幸的事情 但是呢 也都给我们看到 很多温馨的 这样的事例 比如说 那个青年 他虽然是拍摄 那个过程中 都看到他是 健而勇为的 选动上去阻止的 是的 是指动的 而且这些街坊呢 亦都是 很多时候 都要说一些 是很公道的说话 也有劝语的 是不是 亦有关心 亦有劝语 那么当然 一个这样的事例 就不是普通的街坊 可以协助 解决得到 但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感觉到 我们澳门 在这个福利的系统 基本上是已经建立起来 而且是 就是说各个方面 都是很认真 去做好工作 所以我觉得呢 这件事情 看出来大家都很同情的 也是应该对 情绪发泄了 行为虽然是不可以 就是说 当没有一件事 不显摘 但是都是对他 是有谅解和同情的 那么这个是澳门 一个优良的传统 那么 我个人认为呢 是可以在这个 基础上面 在市民这种 这样的文化 氛围之下呢 我们可以将 类似的工作 做得更加好 所以 会建设得一个 更加理想一些的 更加和谐一些 这样的社会 刘女士觉得很对 就是希望她坏事变好事 无论对于这个个案 其实现在也有 一个主动的介入去协调了 还有我们将来 怎样能够 更加让大家知道 有更多的渠道 是得到適切的协助 或者帮助的时候 避免类似的个案 继续恶化 或者再次发生 那么其实也都 请问一下林小姐 其实现在我想 作为 照顾或者护老者 其实可能最大的压力 都是不知道 怎样去处理 我可能 有时 我找些协助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不客呢 或者我是不是又是 怎样去处理自己的压力情绪 似乎可能 不单是面对 上一代的压力 可能照顾小朋友 也是一种压力 其实确实现代社会 是很多很多类似的 压力的问题 包括我们中间 自己怎样平衡去寻求协助 中国人始终 刚才几位都说到 可能真的有一种 比较 修于去说出 一些困难的性格 那其实 怎样去处理 和怎样去平衡 怎样去应该 找一些適切的协助 中间自己 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 林小姐 首先 我想护老者自己 都要去开通一些 就是如果去寻求协助 不是代表自己是不客 或者是不照顾老人家 其实是找一个解决方法 去处理好自己和老人家的一些问题 是 好像今次个案 如果去日监护理中心 去一个申请的时候 如果老人家在我们院社 或者监管中心里面 接受服务 得到专业的人员 去绑他做一些福建 或者个人护理 而护老者 都可以透过一些服务 去增强一些照顾技巧 然后就可以舒缓自己的压力 另外 我自己觉得 我们都可以多些去推动 和去推广我们一些护老的资源 就好像一些护老的资源搜册 可以向社区那里 去多些去发布 令到护老者 对于自己的心理 或者身体 一些的情况 多些关注 甚至有些护老资源 是可以多些去运用得到的 就可以更好地去正面 去处理好自己的问题 亦都如果 譬如进入了一些服务里面 会很担心 不知道我整天都见不到 爸爸妈妈 那怎么办 不重要的 可以多些和中心去沟通 有一些中心 好像我们日监护中心 都有一些日监护理的照顾手冊 就像小朋友那样 每一个星期 每一日的情况 都会记下 可以增强和护老者的沟通 那护老者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写在里面 如果最直接的 不要紧 可以直接过来 中心问我们的专业同事 又或者打电话给我们 都可以 可以令护老者更加放心 使用一些社会资源 其实通过这些协助 或者手冊 我相信都有助 去护老者 和可能老人家 都能够 就是双方一个沟通 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照顾 和其实可能 刚才我都看到 可能这位女士 都很希望她妈妈 很快康复 但是她是不是一个 就是过急呢 或者是否真的 要交给专业人员 她适当的照顾 其实有需要的时候 她也可以自己去陪 妈妈 但是如果她有需要 真的康复的时候 也可能真的被专业人士 相信 相信双方的压力多 能够释放 其实未必会出现压力爆布 这些问题 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其实我们电话里面 有智障人士家长协会会长 曾德代先生 曾先生你好 是 张先生麻烦要关掉电视 我想我们想听听张先生的意见 关掉电视就可以了 是请说 哦 关掉电视 是 张先生请说 是 是 是 谢谢 是 是 怎么看的 是 首先 就是 在法杰基发生了一个 家暴 对于母亲暴虐的案 是令你社会相当广泛的 关注 和什么 社会上 就是这么广泛 证明了澳门的小城 都是 大家都是 有人情味和很关注 大家都是在这里努力 做好工作来生活的 我在这里 就是想 在提出几个问题 给大家一个反思的 好 请说 就是因为 那个 那个 打 母亲的那个 那个姐姐 是 本身她 这样 对母亲的施暴 肯定是不对的 是 而且 可能受到谴责 甚至会刑罚 但是我们也反思一个问题 她 叫顾了她年老的父亲 叫顾了她中风的妈妈 一个 智障的弟弟 十几年 是 差不多五千多人 就是那种 压力 那种心酸 那种不外人道的 嗯 我自己 都在一个自愿社团里面 做了十几年社工 也是一个 照顾了二十几年的 直到自闭性的父亲 是 就是那种心酸感受 我们自己是感觉到的 嗯 就是对于大家要想一想 他对家庭做了十件好事 他现在做了一件 对她母亲 一个施弱 嗯 而且都不是很严重 就是看回 都是不是 就是用 用器具来 伤害到她母亲 呢 是不是大家 给一个机会 当然 是 是 是 给一个机会 重新上路 给大家 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给她 以及我们用一个 专业社工来引导她 来 撤回这个社会 那这个我们大家 不过曾先生说得很好 我相信不单是 是一个大家探讨的问题 曾先生你说得很好 不单是这位女士 我相信也给这个家庭 能够一个重新起步的机会 没错啦 曾先生 但是也想请教 其实可能你都作为一个 一个人士的家庭 其实你都照顾了 小朋友二十几年 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 你自己觉得 在一个协助 或者社会支援上面 其实你觉得 最需要是什么 其实可能最需要 关注的势微点是什么 是是是 不好意思 每一个家庭的 经济状况都不同 嗯 或者经济状况 好些的家庭 或者接受的能力 高些 文化水平的各方面高些 就可能会相对好些 但是对于 刚才那个家庭 社工部有位听长都说了 他们都提供了很多活动 活动之中 但是你要有时呢 他们那些这么弱势的 要想得周全些 就是说要提供了 他们的交通 条件 甚至乎什么 让他们去参与那个活动 嗯 那他才有机会接触到 社会大众的嘛 对吧 我们民间团体呢 本身他也是我们会的会员 我们也有探访过他 是 但是外衣资源呢 只是做到有时 跟他做生日会啊 或者做其他那些 照顾那方面的事情 嗯 另一个反思呢 另一个问题的反思呢 就是说呢 呃 他本身 他和他妈妈 申请了一个 头一次的生日会院舍 就是对于 日间照顾 他可能还是可以战顾到他妈妈的 还没有对他 要求的距离 是有一定的 就是要求他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第二次申请的时候 我在报道中看到的 他说他就要评估之中 那你评估之中 你头一次已经评估过他了 我不是说针对他这个 职员的做法不对 是 看这个程序 是不是要加快呢 你一看他那个 那个程序 嗯 都有些基本的资料了 是的 有些资料 而且他那个评估的第一次 他们根本上就没得可逆转 只有 困难有一步步走过去 没说 没说逆转回 更加轻的 如果更加轻 他不会多于第二次去求助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加快速度 你看到 他那个老爸又年老 又爆血管的 他妈妈又中风的 儿子又智障 你是不是在这个个案里面 用一个加快的作用 所以司长和你刚才都说得对 改善机制 就是我正正就说 我们给我们这个反思 就是说 在这个事件里面 吸收不幸的东西 吸收的经验 比以后预防 是 再发生是更加好的 因为发生了 在社会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 明白 那么暂时 暂时和曾先生说到这里 曾先生也提出了几点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包括 其实我们办活动 我们就是考虑到 一般人很容易出席 但是可能对一些弱势社群 其实可能他出席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能够全方卫协助他 能够参与一些有益新生活动 能够扩阔他的社交圈子 另外我想也是一个 弱势社群家庭资料库的问题 第二次审订不可加快 这些我们回到来 再跟大家去谈讨 先看看他的广告 实行禁毒行动全民出击 宣传推广全民禁毒 社工局预防药物滥用处处长 许华宝 施警局毒品罪案调查处 情报搜集及分析科职务主管李汉黎 施警局社区警务及公共关系署 关注少年组职务主管朱慧敏 6月24日星期三晚上7点 应邀出席棉花卫视澳门开港 和主持人杨婷婷以及观众一起讨论 关于共建无独社区的话题 期待你的参与 电视直播互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观众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直面市民大众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 多了解市民的一些想法 为大家沟通交流 警民之间更加相互认识 意义更加重要 电话 recheck文静 刘司长你好 你好 梁司长你好 有些青年问题想提醒 我们看到的成果是有的 海关是怎样霸关 开创 求同善可 还有观众提到 关于中央账聘的那个 我们会做一个全面的检讨 对大家所提出的问题也好 或者意见建议也好 好好扎实地做好 我是非常欢迎 这种质疑是便宜的 澳门开港特别节目 文静欢迎你的参与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探了一下 一个当街打母亲的案件 究竟会对我们的社区支援有什么的啟发 那我们今天 现在电话里面应该有黄小姐 黄小姐你好 黄小姐是怎样看 请说 我今天真的这么说 这个女儿打母亲 她是其实都是 她怎样压力也好 打母亲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大家有没有想想她背后的家庭 背景是怎样呢 她是有一个 有照顾爸爸 照顾妈妈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是的 但我也是有个字像小朋友 我有个妈妈 一样坐梁椅 我妈就去了老人院 我也很大压力 那究竟是不是社区支援 不够呢 黄小姐你觉得怎样支援好呢 譬如我们有 那些社区支援的赞托 给她住下 她就照顾少一个 她的压力便可以减少一些 我见现在这个社区支援 对于智障 有家庭这些 家庭这些 就很少 我觉得不够 只是在中央的赞托 这个赞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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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而且要提早10天的申请 或者如果一个家庭的 她有压力的 我不是知道10天之前 我自己会发布的 好像今次这个例子 明白 他这位置就爆发了 情绪 大家可能都感受不了 因为我们感受到 因为招待这些人 因为招待老人家的压力很辛苦 听到 多谢黄小姐的电话 因为我们还有梁小姐的电话 梁小姐你好 你好 我也是 我也是说这件事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事的家长 今天这件事 不过是一个爆发店 他没有人想发热 发热在妈妈身上 因为平时压力真的很大 我的家长已经是感受到的 我们家庭照顾一个子长的压力 压力很大 而且没人说 这个是我的辛苦法 何必她有照顾双亲 也要照顾一个子长的家庭 梁小姐 其实你自己也会有压力 你自己怎么抒发呢? 我们有时候找家长聊天 就是自己社群之间互助 我现在的目的是政府 平时你要多些关心这些家庭 而且现在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要努力更加和政府加大些资源 社区支援 社区支援和临时紧急的服务 暂托 明白 暂托服务 另外 以前我们有个家长 都是没有了这个暂托服务 自己暈倒了 两到三个 两大吊针 都要拉起儿子在身边 明白 有些家长都不明白 都说我们 你这三个儿子就要你自己负责任 不是这个问题的 我们都不想扔社会 明白 梁小姐 暂时同一梁小姐到这里 因为我们还有梁先生的电话 梁先生 你好 请说 是 你好 梁先生 你怎么看这件事 各位嘉宾 你好 我关于家暴问题 现在一共广泛关于家暴问题 我希望不要再追打 追骂这个 我认同梁先生说的 其实这件事不单是给各位女士 和家庭都要重新上路 但一件事是我们怎么包容它 因为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是 是 他负责被人罵 在传媒或者在报界都说 不要紧张 梁先生 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但我希望社署 真的如果发生这些问题 他直接再去跟进 跟进这些问题 现在是有的了 发生了日后 有一些像这些个案 这些最弱势的一群 那么我们说 希望那些社工 去执法 投案在这里的时候 希望再直接去跟进 不要再拖 拖是没用的 搞到社会乱乱乱 嗯 我希望说 用一种包容 再用包容一种 去惩罚它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明白 不要再去批评 明白 我想我们大家最重要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件事发生了 发生就发生了 我们怎样能够避免 事件再次发生 确实是最重要的 那多谢梁先生的电话 因为我们还有蔡小姐 电话蔡小姐你好 喂 蔡小姐请说 和女嘉宾你好 那发生这些事情 我们很多家长都很不开心 因为我们一直看 社工股一直都有说 如何支援这些弱势家庭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 没有一个延线的机制 没有一个透明的机制 就是说 我们早前都有说 就是我们要顿快 开展这个社区支援中心 支援中心好像是什么呢 就是说 好像刚才这位当事人 那样 他可以短期摆下去支援他的压力 那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那我们很多智障人士的家庭 就是家长 照顾那个智障人士 真的是会爆波的 其实我也会爆波的 明白 多谢蔡小姐的电话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都想给社工局方面回应 因为刚才几位智障家长 再包括我们的市民 梁先生也提到 就是我们如何避免事件再次发生 尤其包括智障人士家长 可能对一个社区支援 暂负服务 其实也很关注 其实如果有这些服务 确实是可以 至少是一些紧急性应付 一些舒缓压力 其实两位 哪方面可以看看 如何解决呢 其实我想 关于智障人士家长的关心 社工局其实也是理解 也都和智障人士的家长 以及商家民间机构 其实都是长期有接触和沟通 在大家一个的努力之下 其实我们在社区里面 都逐渐增加了 对一些智障人士 可能特别是中重度的智障人士 日间照顾服务 以及就是开设一些家长的资源中心 让家长能够坐在一起去分享 以及去支援大家 在照顾工作上面一个困难 另外在院舍服务方面 随着这几年公共服务落成 其实也是有一个数量上面的增长 好像现在目前 其实我们有大约450个宿位 是为有关的人士提供服务 未来两三年 其实会再增加300个宿位 我们基本上觉得 希望透过为中重度的智障人士 提供更多的日间的照顾服务 家长上面的资源中心 以及就是院舍的一个配套的时候 能够令到有关的家庭 特别是双重老化的智障人士的家庭 他们的问题 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持 这方面我想我们都会和民间机构 和家长一起继续努力 明白 那女士也想请教一下 其实针对支援上 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 我觉得澳门有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政府工作应该要充分地去发挥民间的力量 因为大家都知道澳洲政府 他开展教育福利都是比较迟的 所以民间团结自救这种精神 是澳门的优良传统 具体怎么做呢 应该是通过民间社团 你现在看看 澳门民间社团 已经承担了相当的力量 就以刚才那几位弱智人士的家长会说 他们在这十几二十年里面 是从无到有 由几个家庭变成成千个家庭 这样采取这种互助的精神 我觉得政府也应该更大力地去支援他们 让他们自己专业 让他们发挥多一点力量 另外我觉得就是在照顾病人 照顾弱智人士 照顾各种需要的弱势群体的那些护士也好 或者是工作人员也好 我们社会上应该多一点尊重 尊重 而且应该有一些机制表扬他们 明白 比如选择十大什么什么 这样来推动一个更好的社会方向 林小姐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简单来说 我想不如近轮吧 我想轮目互助很重要 可以多些推动轮目互助这个讯息 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怀大家邻居多一点 明白 今天多谢几位嘉宾 这次事件呢 我们怎样能够将坏事变好事 真真正正去做到足够的社区支援 及及早发现相关的个案 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